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我们在一起真是谈的那些黄段子 现在还流传在民间 有吗 其实我们 对 以至于现在我们都不谈了 我们节目风格现在已经变了 所以你们俩来了呢 我都不知道该跟你们说什么 把那个旧的重播吧 坚庭这个是最近办餐馆 非常坚庭 已经入侵我们大陆很多家了 大江南北都有 开了多少家了 27家了已经 27家 他这个开的这个餐馆还敢叫什么表哥 对啊 但是当时你拍的这个电影啊 是被大陆人骂的 你记得吗 我记得 记得 就说他当时 他叫表哥你好眼 那个时候的这个大陆人 一到这个香港叫什么 阿灿 是被瞧不起的嘛 都叫表哥 所以他拍那个电影 那个时候就是说是你瞧不起大陆人 对 他们这么说 但其实心里面是为了和谐 和谐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1991年 没有 90年上的 我拍第二集 是91年 91年对 那我就得问问你当年嘲笑大陆人的这个导演 我没嘲笑啊 到今天沦落的没有戏拍了 怎么我刚去那个非洲看外景回来 非洲看外景 比较便宜是吗 没有 你现在要把这个就是怎么 要更新一下他的状况 他状况呢 张坚廷就是给枪三行扫出去之后呢 就努力发本 尤其读了一个EMBA EMBA EMBA的同学呢 都是 达官贵人 都是 如果你有个十亿就是一个穷人 都是达官贵人和想找达官贵人的女星是吗 对 没有 找他们的那个 没有 真的跟他们的关系不错 那么他是我们的投资人 现在就做投资者了 你都认识了哪些达官贵人给我讲一讲 那不好讲 都是 不好讲 都是表哥 什么 都是表哥 王石啊 什么 我们没到那个 他们已经高阶段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非洲层面 非洲土豪 什么 什么非洲挖矿的 铺路的 对对对 坚庭现在 反正是混得很好 对 川 川呢 自从被我们扫地出门之后 就在香港开起了牛肉面店 没有 这唯一出路 开个擦餐厅 开个牛肉面店 这个东西啊 这还真是 我是觉得就说 过去北京人 有些侯宝林讲这个相声啊 就讲这个 有些京剧演员 落魄了 大味啊 然后就沦落到 卖西瓜啊 卖菜啊 然后那个 吆喝 吆喝起来都是京剧的腔点 是吗 然后说什么 苦啊 那老太太说 西瓜苦的不要了 我会想起啊 这个人呢 我看见你们俩我就想起了 人也有落难的时候 是吗 整体落难现在 怎么讲 就香港人现在 去什么地方都不能坑一声 我比如说我 从那个绍兴回来 他们吃的 住的 酒店 我 我进去 哎呀 漂亮漂亮漂亮 觉得真的 现在港菜 真的港菜 真的是港菜 就是你觉得香港人 今天到大陆 跟你拍表哥 你好野时候的心情 是不一样了吧 这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们现在信心很高 现在我告诉你 谁信心很高 内地人 内地人 起码我的朋友 信心比我高了 比如说啊 有一次 他们来香港 我请他们吃东西 然后呢 我说 去我的太太的店里面 买东西啊 我就是说一个 介绍一下 太太卖猪 我没想到 他们会做的 然后他们去看 哎 这个不错啊 哎 我要了 要了 多少钱一个 40万 我请他吃一顿 那个什么 边炉 他买了一个 四十几万 那个手表 你这火锅吃的值 眼睛没蒸啊 没 你第二天请他 火锅冲凉了 我要 就这么一回事 哎 那香港人心里 是什么心情呢 我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 但是 是不是也有点不开心 没有没有 我这个人呢 IQ EQ 非常高 哎 我可以这样 低到尘土里面 我都可以的 哦 这就是 你看 这就是香港人 这就是香港人的 这个 我觉得他们成功 是我的那个 我的福气 因为我跟他们合作嘛 然后呢 从小 从小到大 我们都是寄东西 回内地的 现在他们给我们 都是送我们东西 我们应该是 对啊 就扶贫运动 是全国心里的 非常好 你看前两天 我给一个银行 做一个讲座 他们就希望我说说 那个 人民币的变迁 在香港人身上 哎 你怎么讲 因为我经常去 大陆旅行嘛 对 那开始我们去 大陆旅游的时候呢 还是用外汇券 那个时候外汇券 是一块钱港币的外汇券 差不多等于 一块钱人民币的外汇券 等于两块钱人民币的现金 嗯 那个价值 就是当时可以买东西嘛 那我有一年大雪纷飞 在北京 整个 那个民族饭店的广场上面 全部停满了taxi 但是那个出租车 没有一辆是肯走的 我就拿出一张十块钱的外汇券 一晃 那门马上在我面前打开 是啊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那个时候用外汇券 后来那用人 就是用港币 就可以用港币了 就可以用人民币了 港币那个时候 币值还高嘛 嗯 那那个时候 那也希望你是给港币的 那现在呢 你千万不要说 港币给人看不起的 一定要拿人民币出来 这样不要 这样不要 没错 你像当年这个 你们管我们叫这个阿灿 表哥呀 我们那个时候北京的人 管香港人叫港怂啊 你看那个典型港怂啊 港怂心情 其实也是像今天心情一样很复杂 对吗 一方面港怂呢 港怂给的小费挺多啊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的女朋友也跟着港怂走了 你知道吗 很讨厌的 就是那个 现在掉过来 但是这样 这么说 有型的东西呢 香港人在比较的时候呢 有点吃灰 但是无型的东西呢 香港那个优势还在的 就是那个言论 就是说乱说乱讲 都是比较自由的 对 但是有一样 就是我在你们俩身上 看出来了 是吧 就是这个人呢 到这个点被失忆的时候啊 还是自强不息 开玩笑啊 但是 你说不惨我们不说 你才报仇啊 不是 我呀 对香港人 最佩服的就是这样 你看 要是在北京 那叫张坚廷 这是当年 就是说是香港的武帝艾伦 是吧 你现在可能都忘了 武帝艾伦是谁了 他老了 对啊 人家可以开店 开餐馆 是真的开 不是说像那个 有些大陆的这个 也有艺术家 开一个酒吧 他是为了招待朋友 你是真的做生意 参业业 对吧 这一点是 你像到现在 我就觉得 大陆的很多艺术家呀 他放不下架子的 比如他要是导演 如果曾经是一世之雄 或者是你说这个 地位威望 落难了就很难受 落难了 或者说不叫落难 就是低的低潮 低潮 抖下坡路的时候啊 他应该放不下架子 就真的去街边卖东西 但是我就说 我佩服香港人 就是这一样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能赚多少钱 就赚多少钱 没有 像我放下 我的身段的时候呢 我还变了香港一个 蛮 家庭最高的一个 一个培训师 培训师 培训师 对 去那个企业里面 就把一个人 他的心态的转变 从一个导演 到一个服务的人 他的心态的转变 这香港人很灵活的地方 他可以把自己的处境 跟当时的处境 结合起来 然后再又变了 一户挣钱的 变了一个理论 一个戏剧理论 就是说舞台变成 我们都把心态放下 角色交换的 这么一个理论 去赚了十年的钱 那你的这个同行 也有很多人 一直努力在拍片子 跟大陆合拍片啊 什么的 他们没像你这样 你为什么就干别的去了呢 我因为当时真的走下坡嘛 自己的那个那个竞争 还有别人的那个 就是说环境里面不好 那我就好好的 干另外另外一行 然后呢 等到那个中国的那个 那个电影又起飞的时候 我现在又回去了 我等到了 就适应能力 这个适者生存 对对对 因为没有人帮你 香港就是这样 从来就是你自生自灭 所以现在有个电视风云 不是说要发电视牌 政府担心他做 会关门 就不把这个电视执照给他 那整个香港就烦了 就香港的习惯不是这样 香港习惯就是我要做 你就给个执照我 我做死了是我自己的事 对 你不要替我着想 哦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来这个坚庭将来的电视 也就是在非洲了是吧 没有 我真的是因为我的同学 他去了非洲 好久没见 然后呢 他带了几百个 那个民工在非洲 开实矿场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故事 中国的民工 中国的民工到非洲开矿场 对啊 他同学也是中国的老板 不是 对啊 他不是很 就是说深入地下的那种 就很简单的 把那个石头 把它大的变成碎 然后呢 给那些 中国那个铁路什么的 那个铺那个铁路用的小石头 小石头 那赚钱很容易的 那么我的 我按照我的同学的背景 写了一个剧本 现在要 可能明年六月要拍了 要拍有投资吗 有投资 有三分之一 就是那个同学投资 有一个同学 真的投资 三分之一 因为餐馆的那个投资人也有参与吗 那餐馆在另外一条线吧 如果分清楚 所以我看到他 我想你香港人拍电影的这个环境 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事情香港 就是这个变形金刚4 那个叫迈克尔贝嘛 说在香港被黑社会打了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那当时说拍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没打吧 他就碰一下 你再看下边 就是拍变形金刚 下边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就是变形金刚里的车吧 你再看下边 说这两个 我觉得现在这个香港的黑社会 这两个 那么瘦啊 对 这两个就是那个两个表兄弟开餐馆的 没有 开冷气的 开冷气馆 对 他就是突然是 本来是外国人在这里香港这地方拍电影 好像是给这些商铺都有补偿 但是拍着拍着呢 突然这两个小子就跑出来 这是两回事 补偿是一回事 如果你说当收驼地 驼地保护 保护费就是 地盘费 地盘费 这个地盘是我的 你要是每个商家都给的那个 跟我没关系吧 我还要收一个地盘费 保护费 你对这方面很熟悉啊 现在没有了 现在那两个人呢 他是他有一个店铺 是做冷气的 然后呢 那一天他没开工 人就其他人都收钱 他没钱 发脾气 然后呢 就可能他认识一些那些黑社会的人 就把自己 用那些黑社会的那个背景 再来吓人 后来就又瘦 又没力气都没有 怎么可以 收驼地 我们有一次收驼地 我觉得像是周星驰拍的电影 是吧 对 我们有一次拍戏 真的来收驼地 先是收驼地 来了一个 给了 地盘费 地盘费给了 然后再来第二帮 前一帮就跟第二帮打 真的保护 真的保护演员 打的一地的血 那天正好要拍地下都是血 后来这个血就先用了争血了 他有一个笑话 邓光荣的 就跟那个驼地有关系的 有一天他们在新界里面拍戏 有一帮年轻人过来 要拿钱 拿钱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制片在场 然后那个邓光荣大哥嘛 他也是那个电影的老板嘛 他说干什么事啊 他说大哥 他要收我们驼地 啊 收我驼地 别动 我过去跟他讲述啊 讲述 讲述 然后过去了 然后回来了 回来 他就说 给他们五千块钱 他说 大哥啊 他们要才两千块钱 你要给五千块钱 他说 那不同 我大哥给他们是喝茶的 那是我大哥给小弟的那个费用 他们要你那是那个恐吓 那不行 给他们五千块钱 这真是 还有一次是报警的嘛 也是他嘛 也是他 报警的那我忘了 有一次嘛 然后他说 好 我过去 过去了 回来 报警 你说这个香港的电影人 现在背后还有势力吗 这没有了 没有了 有势力的人 人都都已经 有死的死 老的老 还有就是你根本没有利益 没钱赚了 现在 你现在香港一年都拍不到50部电影 对 十几部 四十几部电影猜 我问过一个制片子吗 我说他们在那个 在望角那里拍 我说望角很复杂 你要不要那个给驼地钱 他给驼地 谁来收驼地啊 拼命啊我们 他们那个电影人拼命啊 现在连黑社会都怕有电影人了 他们这饭碗都 就那么一点饭 我们网多人说什么 发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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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嗨一刀雷 我们把谁干嘛 这些乞丐跟 乞丐跟更穷的乞丐 要拖地是吗 对啊 都已经电影人是开帮了 你再拿什么 所以啊 真是 你说拍电影 对你来说是挣钱呢 还是乐趣呢 现在呢 是有挣钱的机会 也是 也是乐趣 乐趣 以前是挣钱 没有什么乐趣 现在是 乐趣也是挣钱 你挣了钱以后有乐趣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 我也需要一部 在内地卖座的电影 所以我这个呢 是花了很多时间 我要重来 重来 对 当年他是说 被称为香港的 武帝艾伦 我前两天还真看了 武帝艾伦 这个最新拍的一个 你看了没有 我没看 我觉得武帝艾伦 拍的这个电影 挺有意思 他拍的 就是他把这个人 人跟人之间 这个尴尬 咱们刚才说的什么 英雄也有落难 这个一落难 很多尴尬就会出现 你好比说 原本过着荣华富贵的 这种生活 结果呢 一下子掉下来了 我觉得有时候 像我们一位女嘉宾的 这个遭遇 结果是个骗子 被骗了 骗光了所有的钱 但是呢 这个不要多谈 然后呢 又回到一个 自己的平民的 这种生活里面 过得怎么样呢 很难 就是很难适应 所以我就想起 这个过去 我们有句话 叫狗眼看人低 而且呢 还曾经 你看梁文道 他就曾经说 说这个香港的 这个狗仔队 包括这个娱乐报纸 实际上 他有道德观 他有一个道德观 他这个道德观呢 就是最那个 小市民的 或者说最干什么的 那种 道德观 你看他看一个人呢 都是那么看 说哎 你看最近穷了 穷了以后 就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是想起什么 我想起这事啊 最近有一个节目 叫那个什么呢 爸爸什么 寻找爸爸 去哪了 对对 爸爸去哪 呼唤爸爸住 呼唤小孩 对对对 就是你们俩可以去哪 爸爸去哪了 好 然后呢 我就看那天 看这个新闻 有人呢 就是访问这个李亚鹏 李亚鹏呢 就是随口说了一句 对吧 就说那挺好啊 我有空 我也可以带女儿去 哇 下面那个跟帖 一万多条 我看这一万多条 都在说什么 都在说 啊没钱了 离了婚 再也靠不了什么 吃晚饭再也吃不成了 这下也要出去炒作了 也要出去 这都是你知道吗 就是 很势力 很势力的 就完全是这种 他看你啊 完全是这个 哎不行了 没钱了 所以你刚才说的 香港的狗仔队的道德观 也是势力的道德观 是不是 对 就完全 他看一个人 你不能穷 你穷的时候呢 在踩着你啊 很低的 是吧 你经历过是吗 幸好我还好 因为我平常 生活的那个 非常非常平民 我没有去什么 那个高贵的地方 你知道人家现在 住在扎丁山的吗 哎呦 他从来没吊过 没错 没有没有 他只是不想让人家 吃那个 没有没有 太太是珠宝商 我生活是很低调的 我生活那方法 是我们 低调的奢华 低调的奢华 我们一见到那个 不不讲那个名声了 就那个快签店 常去吃东西啊 没没打是吗 没有没有 就是很想 尤其叫小孩 你不要说 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呢 非常富裕 但是在他们都不同的环境里面 让他们感受一下 都知道 人家坚平 能上能下 是吧 对啊 让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他讲的 成龙又怎么了 最近先生想 就是说他就突然间 说他很显恋 他自己的女儿 女儿 对 认了 其实有一次 十几年前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 我说 你没有想到 有一天 有一天下大雨 然后你的门铃下了 一开门 有一个小女孩 站在你前面 爸爸 我回来 然后呢 他说 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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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滚动 毛滚动 鸡皮疙瘩 不要说 原来我形容了一个场景 但是这个场景呢 突然间出现了 他自己提出就是说 有一点点怀念他的那些 他是不认的吗 以前不认嘛 对啊 现在他说了吗 在那个屏幕里面说了吗 那他给钱吗 那钱 钱和感情不一样的 分开的 不分开更好 他也活得非常好 哎呀 你说这个真是 我也做过一个梦啊 就是 我觉得也挺奇怪 不是 他描绘的这个 我也很奇怪 我怎么会多做那么一个梦 好像是在像三亚一样的一个地方 在海边 很舒服的地方 然后呢 我是一个就是肯定是发达了 就是我因为那全是大玻璃 外面就是海 我已经老了 就像你这样白头发 然后我坐在一个藤椅上 我就这么躺着 然后这个时候就从面前过来啊 还没中风 过来还没中风 不是也可能已经中风了 躺着 反正就过来 过来一个很高大的小伙子 也一米八那么高 旁边的一个这么矮的黑的 像木炭一样黑的一个老太太 然后过来 然后老太太指着我就说 叫爹 就哎 你说我 不可能 我做的这么一个梦 不是 但是事实上不可能 一个老太太比你还矮 还有一个一米八的小伙子 这个在遗传学上不可能 我也老了 不是 但不是 我知道你就年轻 跟那个 这个两个 也不可能有一米八的 老太太骗你 没错 老太太可能是跟乔丹 这个是挺有意思 这个人呢 你看咱们得有十六年了 这个样子你们俩 我怎么就注言有数啊 一点都越来越年轻 我们都一样 但是就是真的像他刚才讲成龙一样 好像到了一个年龄啊 人的这心呢 是不是开始越变越短 对 这是十六年了 真的 对 想起过去的很多孩子 接着为您播出 这个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